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看沙巴星周日报晨间新闻,今天是6月14日,让印度咖啡来开启你完美的一天吧! 来关注今日头条,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迪说,废除强制死刑的法案预料可在10月份提成国会议读,12月份提成上议院,若国会通过,预计明年1月可以落实。 在法案提成国会之前,政府将会进行公开咨询,收集民众对废除强制死刑的意见,倘若民意反对,会在城郊内阁再次讨论。 不过,望朱乃迪有信心废除11项法律条文中有关强制性死刑判决的修正案可以获得国会上下议认通过,而国家元首对此课题也甚为关注。 至于目前1342人已被判死刑的死刑,将或暂缓执行死刑,直到有后续行动,包括法令修正为止。 来关注疫情走势,沙巴昨天有72宗冠病病例,那必占超过半数,共新增38宗。 根据沙巴冠病数发言人拿督马西里指,检测样本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沙巴每日确诊病例的增减。 来看这组统计,11号检测了1924个样本,有38宗确诊,12号检测了2028个样本,有58宗确诊,昨天有2189个样本,共发现72宗确诊。 来看其他新闻,串行那名之沙巴之间的渡轮乘客票价将于明天起价,据之,从那名之梦卢布的乘客票价将从现有的13令吉上调至15令吉,相关费用原本应该在2017年就调高。 沙巴港务局也早已批准调升船票价格,但却拖延至今才实行。 沙巴罗里总会会长蔡培明等人前天跟交通部长拿督斯里为家祥会面反映,沙巴商用车辆执照局批准的载货重量,与西马的载货重量差距非常大,甚至高达3吨至13吨不等。 为家祥聆听反应后,已只是交通部最高管理层,深入研究西马和沙巴及沙拉越商业车辆的载货重量差距很大的问题,以其统一至合理的水平。 最后来看这一则山打根新闻,教育部高级部长拿督莫·哈·莫拉兹透露,政府已拨款71600万令吉解决寄局学校问题。 他是在参观山打根里巴兰国中心消失后说,沙巴共有23所寄局学校被列为有问题工程,上述71600万令吉事工当中20所学校,另外3所学校的拨款正在筹备中。 他也说,沙巴是全国最多寄局学校的周暑,是教育部基本设施发展上的挑战。 他也说,教育部将专注这些言误工作,最重要是确保孩子能够获得最佳的教育。 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感谢你的收看,更多详情,请浏览沙巴新洲日报网页。